第三章 霍亨斯陶芬王朝与中世纪后期 萨利安王朝的最后一位君主 亨利五世去世时 并未留下子嗣 争夺王位的共有三人 他们是 施瓦本公爵菲里德里希 萨克森公爵洛泰尔 以及奥地利边疆伯爵 利奥波德 推选大会上 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几乎酿成了暴力冲突 但最终 洛泰尔得以被推举上了王位 新国王把女儿嫁给了 巴法利亚公爵骄傲的亨利 这个女婿属于威尔夫家族 其家族历史 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公元八世纪 从而获得了巴法利亚人的支持 属于霍亨斯陶芬的 施瓦本公爵菲里德里希 则拒绝交出其从 苏夫亨利五世那里继承的国王领地 撒利安王族成员们 也把各自私有领地与国王领地合并在一起 试图在这片土地上重建王国 洛泰尔三世则决心重新控制这些土地 为了回击国王 施瓦本贵族 1127年推举了弗里德里希公爵的弟弟 康拉德三世为敌对国王 从此 霍亨斯陶芬家族与威尔夫家族展开了持续多年的争斗 国王与强大反对派的长期战争 一直持续到了1135年方告结束 康拉德被迫宣布放弃王位 而洛泰尔则允许他保留自己的领地 洛泰尔1137年去世后 选侯们推选了霍亨斯陶芬家族的敌对国王 康拉德三世 推选过程极其匆忙 康拉德成为国王后 教皇代表在亚称为他举行了国王的加冕仪式 但是王冠仍然掌握在威尔夫家族 康拉德三世是一个体格极其强壮的人 而他树立起自己的权威也没有花费多少时间 在对付完威尔夫家族的竞争对手 骄傲的亨利之后 他把目光转向了国际舞台 1144年 穆斯林领袖陈奇占领了十字军在 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建立的爱德沙伯国 爱德沙伯国 在西多会 西多会是天主教的派别 是1098年在法国创立的 在西多会的充满人格魅力的创始人 克莱沃克斯主教贝尔纳的劝说下 康拉德三世决定参加十字军东征 但是在动身前往圣地巴勒斯坦之前 希望使自己的儿子能够被推选为国王 为此他准许了撒克森分建领主自行对 波美拉尼亚 波美拉尼亚是北欧波罗的海沿岸的地区 现在分属波兰和德国 他准许撒克森封建领主自行对 波美拉尼亚 梅克伦堡和布兰登堡的文德族 自主地发动他们的十字军东征 从而使日耳曼人向东方的殖民 迈出了重要的一个步骤 康拉德三世所参加的第二次十字军东征 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失败 十字军战时在小亚西亚连吃败仗 攻占大马士格的企图也告失败 149年 法王路易七世和德王康拉德三世回到了欧洲 此后不久 先后与诺尔曼领袖 罗杰尔氏和路易七世 结成盟友的威尔夫家族 与康拉德展开了作战 康拉德虽然得以脱围 但尚未等到在罗马举行加冕礼 他便于1152年2月去世了 自962年以来 他是第一个未曾加冕为皇帝的德意志国王 在这介绍一个人物是冰根的希尔德加德 希尔德加德是1098年出生于阿尔泽伊附近 波莫和舍母的一个贵族家庭 八岁时被送往斯潘海姆的女修道院 随院长尤塔修行 这所修女数量不多的女修道院 深受冰根附近本都会的迪西伯德格堡修道院的影响 希尔德加德一生修行 1141年担任了女修道院的院长 150年前后 他修复了毁于诺曼人之手的 鲁破兹堡附近的圣卢博修道院 然后和修女们迁到那里 直至1179年去世 希尔德加德既是一位神秘主义者 诗人 自然主义者 音乐家 药剂师 又是一位政治家和外交家 民生在帝国各地不禁而走 虽然他的拉丁文水平拆强人意 需要一位忠实的抄写员的帮助 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同巴巴罗萨 弗里德里西一世 克莱瓦克斯公爵 伯纳德 以及许许多多的皇帝 教皇和大祖教们 往来书信不断 各地的达官贵人们 曾相就从疗伤草药 到宗教教义的各种问题 向这位来因女巫求教 在担任女修道院院长那一天 也就是1141年的圣灵降临节 她经历了一次神秘的异象 火焰从天而降 笼罩在她的身体周围 在此后的十年间 她在《求道》一书中 记录了自己的数不胜数的神秘意象 并写下了两部主要的科学著作 她的《美德》一句 手开了道德戏剧之先河 其他人的类似作品将需要再过一个世纪 才会问世 她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和音乐作品 后来收集在《天启和谐》交响曲中 时至今日 人们把希尔德加德称作 他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作曲家 他极具灵性的音乐作品 表达了他的神秘主义幻想 他创作的歌曲虽然是用中世纪的词汇写下的 却含义丰富 感情充沛 把深水 缥缈与圣歌的宁静风格融为一体 曾经有四位教皇 提出把希尔德加德封为圣女 但都被他拒绝了 从他那不平凡的一生 人们可以发现 中世纪的女性 可以在事业上取得何等卓越的成就 除了自己的修女身份外 他对宗教问题或者哲学不感兴趣 而是迷醉于神秘主义和现实社会 并以他那个时代的典型方式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 不过虽然她是一个虔诚和平和的宗教女性 希尔德加德也不可避免的抱有他那个时代的一些偏见 例如当被问及为何把交往对象限定在贵族阶层时 他的问题是这样的 有谁把自己的家畜 牛啊驴啊绵羊啊三羊啊都关在一个圈里呢 既然社会上的不平等是上帝所规定的 那么对平等的召唤便是对神明的亵渎